失智症如何预防改善 67岁的她这样逆转失智症 今天我们将分享一个令人震撼的真实故事 一位67岁的妇女如何通过 改变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 成功逆转失智症 重新找回健康与生活 通过她的经历 我们将详细探讨预防 改善阿兹海默症的具体方法 如果你和你的亲人也在关注失智症的防治 那么请一定要继续观看 大家好 这里是强身健体频道 探索任何你想象到的身体部位 今天要说的是失智 阿兹海默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人失智症 已成为全球老年人健康的重大威胁 尽管科学界每年投入大量资源研究 但至今仍没有有效的疗法 药物只能改善症状 却无法根治失智症 然而在2014年 加州大学的一位学者Bradison 发表了一篇引起轰动的研究 他声称失智症可以被逆转 这篇发表在Aging期开上的文章 分享了几位接受治疗计划患者的故事 今天我们要讲述其中一位67岁妇女的励志故事 她发现自己记忆力越来越差 以至于影响了她的工作和日常生活 她曾经是一名全职工作者 负责大量分析工作 然而随助记忆力的衰退 她不得不反复阅读同一段文字才能理解 并且记不住超过四位的数位 更严重的是 她会在回家的路上迷路 甚至忘记家里的电灯开关在哪里 这位妇人的母亲也在60岁时出现了类似的症状 最终因失智症去世 她的医生告诉她 她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 在绝望之际 一位朋友建议 她去尝试一种新的治疗方法 这种方法看似简单 却带来了惊人的效果 接受治疗后三个月 妇人的症状开始明显好转 她可以轻松地开车不迷路 记住电话号码 甚至重新胜任工作 在治疗后的两年半 她已经70岁 仍然在工作岗位上奋斗 那么 她究竟是接受了什么样的治疗 能够逆转失智症呢 以下是她的治疗内容 1. 去除饮食中的精致碳水化合物 她去除了像白土丝白面包 白面条等空有热量 缺乏营养的坏碳水化合物 这让她减去了9公斤 精致碳水化合物 不仅会引发血糖波动 缓可能导致胰岛素抵抗 这对大脑健康非常不利 2. 进吃加工食品与肤质 她的饮食中增加了蔬菜水果和野生鱼类 加工食品和肤质 可能会引发炎症反应 影响大脑功能 而天然食物则富含抗氧化剂 和必要的营养素 有助于大脑健康 3. 开始学习瑜伽 瑜伽不仅锻炼身体 还能平静心灵 通过定期的瑜伽练习 它不仅提高了身体的灵活性 缓减少了压力和焦虑 这对脑健康已有积极的影响 4. 冥想 每天两次每次20分钟 冥想有助于放松身心 减轻压力改善情绪稳定性 对认知功能有明显的好处 5. 每晚服用退黑激素 说明它拥有高品质的睡眠 退黑激素不仅能调节睡眠周期 还具有抗氧化和抗炎作用 有助于保护大脑细胞 6. 保证充足睡眠 每晚睡满7到8小时 充足的睡眠 对于大脑的修复和记忆巩固至关重要 7. 补充维他命B12和维他命D 这两种维生素 对神经系统和大脑健康非常重要 缺乏时会导致认知功能下降 8. 服用鱼油 鱼油中的Omega-3脂肪酸 对大脑健康有重要作用 能改善认知功能和减少炎症 9. 补充Calk-10 提高细胞能量 Calk-10是细胞能量生产的关键成分 对维持脑细胞功能至关重要 10. 加强口腔卫生 使用电动牙刷和牙线 口腔健康与整体健康息息相关 尤其是口腔感染 可能会影响大脑健康 11. 荷尔蒙补充疗法 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平衡荷尔蒙水准对于维持身体 和大脑的健康状态非常重要 12. 每天进食至少12小时 早餐与晚餐之间空腹至少12小时 间歇性进食有助于降低胰岛素水准 改善代谢健康 13. 规律运动 每周4-6天 每次30-60分钟 规律的有氧运动不仅有助于心血管健康 还能促进脑穴流量 增强认知功能 它的治疗方法没有依靠兼科技或神奇药物 仅仅通过多重生活方式的改变和营养补充 就成功击败了失智症 需要注意的是 这项研究规模较小 只有10位受试者且没有对照组 因此 这个疗法的有效性还需要 更多大型且严谨的研究来验证 不过 在Bradison赵木的10位受试者中 除了一个已经严重失智的患者 其他9位都有明显的改善 6位原本计划辞职的患者 在接受治疗后 全部重返工作岗位 阿茨海默症的成因极其复杂 就像一个浴缸有30个漏洞 用一个橡皮塞是不可能防止漏水的 这也解释了 为何过去的单一药物治疗常常失败 而Bradison的多重治疗手段 几乎每一项都能改善 胰岛素素抗的问题 这也支援了 失智症是第三型糖尿病的观点 研究表明 胰岛素素抗不仅影响体重和血糖 缓可能损害大脑功能 Bradison的治疗方案 通过改善胰岛素敏感性 降低炎症优化营养状态 从多个角度共同作用 最终达到了逆转失智症的效果 除了上述具体的治疗方法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对于预防和改善失智症之关重要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建议 一 饮食健康 尽量选择天然味加工的食物 避免高糖高脂肪的食品 二 定期运动 每天进行适量的有氧运动 如步行跑步游泳等 三 保持心情愉快 压力和焦虑是认知功能的敌人 学会放松和调节情绪 四 定期体检 关注血糖血脂等健康指标 及早发现潜在问题 五 社交活动 保持积极的社交生活 多参与社交活动 有助于维持大脑活力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对预防或改善失智症感兴趣 希望这位67岁妇女的故事 能给你带来启发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赞并分享这个影片 让更多人了解这个重要的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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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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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